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 这个主题呢,就叫做敏捷开发 也就是Agile的一种软件,开发的思想以及方法 那在敏捷开发内部呢,我们架构师该扮演什么角色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咯 那么在敏捷的这一个架构设计下 我们该怎么去支援这个敏捷开发 也就是架构师团队该扮演什么角色 那么架构师的工作,重点是不是有所改变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咯 所以一开始先帮你说明传统的一般的架构设计 跟敏捷设计有什么差别 所谓敏捷设计呢,就是敏捷开发的团队里头的架构设计的工作 那么在敏捷设计的这个团队下 在敏捷开发的团队下的这个架构设计 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在敏捷潮流中对于架构设计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的改变 那其中最主要的改变就是把架构跟设计分离咯 架构的规划还是维持在架构师的身上 那么细节的设计就把它归到开发者的身上咯 因此呢,就变成一个事情叫做架构设计 结果呢,被分成两个团队 那么就衍生出来,如果这样子分成两个团队 就含有分工合作的情况咯 那大家都知道 当一件事情把它分成两段 有两个团队来的时候 那就有利有弊咯 如果两边可以沟通的很好 可以这一个很有默契 那么这件事情会变得更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是对的 是对的 那么要能够沟通的很好 我们这架构师必须对他的架构 能够表述的很清晰 能够很清晰的明确的传达给这个开发者 让开发者呢,继续的去做细节的设计 那么在架构的部分到底做到什么程度呢? 那事实上,给大家都没有明确的规范 大家只是说明了架构师呢 只要做到足够好的架构就可以了 那不管这个足够好的架构 还是相当好的架构 这个是由架构师来做决定的 但是anyway,你总是要把足够好的 恰恰好的,相当好的 这架构呢,能够明确的表达出来给这个开发者 而且开发者呢,必须能够很详细的 很明确的接收到 他才可以继续的做这个细节的设计 因此呢,架构的表述跟沟通 是决定了这一个敏捷设计的成功的要素 OK 好,那这边谈的就是架构师 怎么来支援这个敏捷的开发的一个规范 敏捷开发的一个思想 以及敏捷开发团队的运作 好,这是架构师怎么来支援敏捷开发 那么在下面的这个阶段,我就会来倒过来咯 就即使你的软件的开发团队 并不是一群敏捷的思想 那么我们就没有一群的这个架构跟设计分离咯 也就是回到传统的一般的架构设计 就是由架构师做出完整的架构设计 之后再来做开发 那么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一种传统的模式 我们也可以倒过来 把敏捷的思想 把它引进来 放在架构师的团队 让架构师的团队能够敏捷起来 那这也是对于呢 这个整个软件的开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先来谈 第一阶段的就是架构师怎么来支援敏捷开发 OK 好,首先我们就来看看一般的架构设计 跟敏捷设计有什么差别 就是敏捷下的架构设计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一般的架构设计呢 就是先做设计 再来写代码 再来写代码 所以呢 大家都希望 这个设计好了之后 就直接对应成代码 直接对应成代码 OK 所以在一般的架构设计里 架构设计是完整的 也就是说架构师呢 把整体的架构设计完毕了之后 再交给开发者来编程 然后呢 迅速的将这个代码 将设计转变成代码 所以把设计 然后快速的落实成代码 我们称为design is called OK 那未来改变了design的时候 也就立即的改变代码 所以呢 这个design is called 然后再拿这个代码来做测试 来做回馈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但是这个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的 这一个问题出现 就是当需求有变更的时候 那我们就必须先变更的设计 之后又变更的代码 变更代码 这个时候呢 如果这个设计跟代码都是 由开发者来负担 结果呢 它变成要维护设计的文件 还要维护代码的文件 因此呢 让开发者变成呢 不敏捷 因为负担太重 这就是 以一般的架构设计 那么如果呢 要来 support 来支援 敏捷开发呢 那传统的 design is called 那么会有两份的文档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开发者的负担就很重了 很重了 这就是 传统架构设计的 一个缺点 那么 在敏捷设计的一个概念下 它就把它倒过来 那 大家来遵循一个新的观点 就是coids design 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这一个架构设计切成呢 这架构跟设计 然后把详细的设计 把它转移到开发阶段 包括的有 编程的阶段 测试阶段 重构等等的 那么 直接就把设计 表现在代码里头 就不必要 再维护 一个详细设计的文档 所以呢 设计的文档 只保留在架构阶段 所以 在敏捷开发的潮流下 架构设计的指质在架构师 负责的是架构的规划的阶段 在架构师的阶段 还是保留了design is code 所以让架构师的设计 尽快的表现成代码 然后呢 在详细的设计部分 就直接交给开发者 那么就一型的是coids design 就直接把设计 表现在代码里头了 就没有额外的设计的文档了 OK 那么这个就是 连接设计的特性 那也避免了 开发者同时呢 要改变代码 又要改变设计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连接开发呢 它的重购 它的迭代 以及重购的频率 是很高的 很频缓的 那么如果 一直要改变代码 又改变设计 那么就相当的 负担了相当的重 所以呢 让开发者呢 的效率 无法提高 让开发者 敏捷不起来 因此呢 就主张 coids design 直接把设计 写在代码里头 而不是 先有设计 再代码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啦 Design is code的意思就是 先写设计文档 再来编程 那 coids design Design就是 没有设计文档 直接把设计 表现在代码里头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介绍 这个违捷设计的 主要观点 那我这边 说明了 违捷设计的观点就是 违捷就是 把原来的架构设计 分成两段 分成两个团队 然后把架构设计还留在架构师团队 然后设计的部分呢 就详细的设计部分就把它交给开发者 让他在编程的时候也能够做设计 那因此呢 衍生出来一个小小的一个转变 就是架构师呢 来做架构 但是开发者也要做设计 所以呢开发者呢 就可能需要一些架构师的思维 架构师的思维 所以架构师呢 一先设计好架构 做到足够好就好了 剩下的部分 由开发者来接手 所以才会延伸出来 有这一个衔接表述的问题 在这里 就是如何表达 让两边可以互相的心领神会 可以做天衣无缝的对接 OK 好 那我这里就挤这一个 IT168这个网站上面 在2009年 纯细云先生呢 所发表的文章 来让你了解一下 这个敏捷开发呢 他的一个主要的观点 他这敏捷开发呢 就是这一段 这叫敏捷开发 这就是传统的开发 就是先做完架构设计 再来做编程 再来做测试 再来做条 这个重构等等的 然后呢 这个做完了 才做这个 这个做完了 才做这个 这个做完了 才做这个 他比较不会 这个做一半再回来 做一半再回来 所以才成为 就叫瀑布式的 叫Waterford开发 这就是所谓的 传统的架构设计 然后支持的 是传统的软件开发 那么在这里就改成 叫做敏捷开发咯 敏捷开发呢 就是把这一个 足够好的架构设好了之后 在编程的时候 也会做细节的设计 在测试 重构 等等的过程 都会来 做这个 对细节设计 做更多的 细腻化的补充 等等的 做修改 就成为叫做 这一个敏捷开发 那架构设计 就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架构 一方面是设计 这是纯先生所说的 那么在设计中 也有详细设计中 有需要很大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呢 就直接在开发的 在编程的阶段 直接来做就好了 也就是说 在做详细的设计 也要花时间 在编程 也要花时间 那干脆 就把这个详细设计 跟编码呢 把它组合在一起 那这叫做 call is a design call is a design 就是直接 不要设计了 不要做设计的文档 直接把设计 做在call里头 OK 那么design is a call 就是 先做设计的文档 然后再依据这个文档 然后迅速的 把它对应到代码 因此呢 这个开发人员呢 如果走传统的路线 因为有设计文档 所以就必须维护一套设计文档 再加一套代码也是文档 因此呢 就负荷太重 效率太低 因此呢 在敏捷开发 就主张call is a design 直接把设计 做到代码里头去 就不需要 有设计的文档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明的 把它总结的结果 那就是敏捷开发的架构 指所谓架构师的部分 指保留架构的一个规划 就是做到足够好就好了 至于详细的设计 就把它交给这个开发者 所以在详细的设计阶段呢 这个是由开发者在编程 在测试重构等等的时间 来进行的 进行的 那这并不表示呢 这一个敏捷开发呢 它并 它清 清详细设计 不是的 详细设计呢 只是 这一个 转移到这个开发的阶段 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在架构的部分 我们保留的 Design is called 就是先做设计文档 再来对应到代码 至于详细设计的部分 并没有消失掉 而是呢 把这个详细的设计 直接 表现在代码 就没有单独的设计文档 只插在这里而已 那这样可以避免 这个 负担过重 负担过重的原因 就是要维护两套的文档 OK 好 那我们 这是陈先生所写的 那基本上 我们就再把它做个简单的 一个归纳 敏捷开发呢 就是架构部分 做到足够好就好了 OK 那么将设计的部分呢 把它归到 这个coding的阶段 那这叫做 code is a design 这样可以 避免这个开发人员 维护两套的文档 因此呢 可以减轻开发者的负担 也就提升它的效率 但是 详细的设计 仍然是存在的 只是把它转移到 开发阶段而已 这样子 好 那因为 被它分为是两段的 就是 在这一个 敏捷开发过程当中 那么架构设计 被切成两段 因此呢 就延伸出来 就叫敏捷开发里头呢 架构设计 它被切成两段 所以两个团队 必须要做对接 必须要做分工合作 好 但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过了 如果 一个事情 那么分成两个人来做 那 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有好有坏 如果两边没默契 两边的表述不清楚 那么 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不如一个人自己做 那么 如果能够分工的很好 能够分合的 能够表述的很好 大家能够 心灵神会 非常有默契 那么 就可以表现的更好 所以呢 我们就针对 怎么样子让架构师团队 跟开发者团队之间 有更好的默契 能够来 让两边的 这个设计 可以对接的很好 所以我们就会 把重心放在 架构怎么表述 怎么沟通 那尤其是架构师 那么 怎么去表述 它的足够好的设计 然后 把它表达出来 然后呢 以这一个开发者 做很好的沟通 那这就是 一个关键咯 所以呢 我们就 提出来 架构师呢 以这个代码造型 来表述这个设计 让开发者呢 直接可以对应到代码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表述跟沟通 就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代码的造型呢 就像一个砖块 那么架构师呢 用这个砖块的组合 来说明 它的建筑的设计 那么施工者呢 就很容易的理解 怎么把它按部就班的 组合起来 那架构师与开发者 都能够 依据同样的 这样的一个代码造型的表述 都可以从简单的造型 组合出复杂的系统 那么用户呢 也会从简单的当中 来叫出复杂的 这样的享受这种满足感 这就是所谓的 苹果呢 这个董事长 乔布斯所说的 什么叫做用户体验呢 就是让用户获得从简单中 叫出复杂的满足感 这叫做用户的体验 那我们希望 这个架构师跟开发者 就能够使用简单的 这个代码造型 来表达这个架构 然后呢 促成双方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 那这样子就能够让敏捷呢 把架构设计分成两个团队 可以让两边呢 非常有默契的组合起来 那这个情况 这个就能够非常有效的 来支援这个敏捷开发 那这意味着 如果架构师要能够依行敏捷的思想 来支持敏捷的思想 那么架构师呢 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来表达出他的足够好的架构 然后呢 才能够把它表述出来 给开发者能够继续做详细的设计 那两边才能够有默契 才能够这个分工合作得很好 好 再来 那么我们就提到这一个主要的问题咯 那么足够好的架构 这样的要怎么去表述 因为这个部分是Design is a code 所以要用文档表示出来 那怎么表述呢 好 那么才能够衔接到详细的设计 因为它本来架构设计就是一体的 只是被分成两半 所以还要能够合得回来 所以大家都知道架构是最关键的任务 就是接口设计咯 所以足够好的架构的核心部分 就是接口的Difinition 跟它的表述 所以呢 我们要确保这样的一个足够好的架构 跟详细设计能够整合得很好 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方法 能够很清晰明确的来表述这一口设计 所以呢 这个架构师呢 怎么表达架构 这就是在资源敏捷开发的时候 那么决定两边是不是可以合作得很好的一个关键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答案是采用代码造型来表述这个架构 那么刚刚又说了 这个架构呢 里头的核心是这一个接口 里头核心是接口 所以呢 我们又建立呢 那就用EIT的代码造型 因为EIT的代码造型呢 它的着重点就在I 就在I 所以呢 可以很明确的 很完美的表述出来 这一个接口的设计 所以架构师呢 在这里 透过EIT的造型 把这个架构的核心 的接口 把它表示得很清晰 让这一个开发者呢 可以很明确的 掌握这个架构师的接口的设计 那么架构师呢 跟开发者就能够有共同的心灵 有共识点 那基于这样的共识点 大家就能够合作得很好 合作得天意无缝 那这样子才能够有效的支援 这个秉洁开发 所以代码造型 因为它可以直接对应到 这个程序语言的结构 比如说class interface 都可以对应到关键字 因此呢 具有高度的精确性 所以能够很精确的 把这个足够好的架构呢 把它表述出来 那么它两边就有共同的 词汇咯 因为这可以对应到 程序语言的结构 所以开发者都很清晰 因此呢 开发者很容易的理解 架构设计的含义 那这能够让这个代码造型呢 有效的来提高开发者的效率 就是因为架构师 用这个造型的来表述它的架构 因此呢 开发者呢 是很熟悉的 所以能够很精确的取得呢 架构师的一种设计的意涵 因此呢 开发者就不用 这个去猜测 开发者就 不会走入这个 违背了这个架构设计 就不会违背接口 因此呢 就可以更准确的 来设计相关的代码 因此呢 更能够配合需求的变更 因为整个需求有变动 如果影响到大的架构设计 它会影响到这个 这个架构的接口 那么接口又改变了 那就可以迅速的 落实成代码 可以迅速的重构 大幅的提升 整个团队的敏捷性 就是用 让它两者 可以有更好的沟通 两者有更好的默契 那么当外边的需求 或者是外边的技术 等等有所改变的时候 双方很容易 就可以互相协调 有了共识 有一致的心灵 共同的感觉 就可以大家一起 来配合 这个需求的变更 然后来 大家来讨论 强化创新的一种概念 然后呢 来搭配 来支持 这个敏捷的一种迭代 快速度的反应 OK 那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谢谢